众所周知,在娱乐圈中,有一些人会为了哪位明星或是自己更火,花钱买通宝宣传 几个月前肖战新剧《藏海传》顺利杀青进入紧张的制作中 这部剧从确认开拍到杀青一直在网上有很大的热度,不仅成功当选为平台最热门的大剧 《藏海传》更是在优酷和微博双平台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百万 不过这几天,网上突如其来的通稿《抹黑》《藏海传》更是有网友称是绝密揭露 依据剧本预判,认为该剧前景堪忧 首先,提及剧本本身《藏海传》作为一部改编自热门IP的作品 其原著便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和深厚的粉丝情感基础 我一直觉得扎实的剧本是影视作品成功的关键所在 而经过精心改编的剧本,不仅保留了原著的精髓与魅力 更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与提升 再者,肖战作为该剧的主演之一 其影响力与演技同样不容小觑 自出道以来,肖战凭借多部优秀作品积累了大量忠实粉丝 其塑造的角色各剧特色,深入人心 他对于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演绎 总能触动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我想在《藏海传》中,肖战全世的这一全新角色 无疑会成为众多粉丝与观众最为期待的焦点之一 相信在他的演绎下,角色将更加鲜活立体 为剧情增色不少 最后,谈及导演郑小龙 我想,没人不知道他吧 在娱乐圈中,他的名字便是品质与口碑的代名词 从《甄嬛传》到《芈乐传》再到一系列广受好评的影视作品 郑小龙导演擅长将复杂的人性纠葛与宏大的历史背景巧妙融合 创造出既引人入圣又发人深省的故事事件 《藏海传》作为一部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与丰富想象力的作品 在郑小龙导演的指导下 无疑将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所以看了该剧《前景堪忧》这个通稿 我只觉得好笑 《藏海传》在郑小龙导演的《匠心独运》 肖战的精彩演绎 扎实剧本的加持下 其前景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在娱乐圈这个巨大舞台 明星们的每一次亮相 每一部作品问世都伴随着铺天盖地的新闻与评论 而通稿就是明星团队或公关公司 为了塑造艺人形象 宣传作品或应对危机而精心准备的新闻稿 他们经过精心设计 旨在以最吸引眼球的方式传达给媒体和公众 通稿就如同隐形的推手 悄然引导着舆论的方向 还是那句话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我们更应理性看待娱乐圈的通稿现象 作为读者观众 我们应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盲目跟风 学会从多角度审视信息 辨别真伪 今天刷到一个视频 有网友说 陈情令 爆火的王一博肖战 现在肖战糊了 流量热度 似乎已不及王一博那般好 可以说 在如今的娱乐圈中 根本不缺流量好的明星 因为无论出道多久 粉丝多少 有没有代表作 只要有新闻有热搜就行 肖战现在一直在从流量明星转型为实力演员 为了塑造更加立体 深刻的角色形象 他主动减少了曝光率 让公众视线更多的聚焦于他的作品 而非个人生活 所以 这几年除了拍戏和出席活动 肖战并不会长期出现在荧幕前 这也是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但是他的自由 到底爱了谁的眼 2015年 24岁的肖战 以选手身份参加选秀节目 燃烧吧少年 后出道 在这个年纪 出道娱乐圈 还是比较少的 本来以为只是个不起眼的选秀明星 最后却成了顶流 这是很多人都没预想到的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真理 肖战的转型 从歌手到演员 一开始就只参演了几部小作品的配角 而且热度都不高 直到2019年的 陈情令 肖战凭借这一部作品 晋升为内与顶流 只要有肖战的名字 就有高热的话题流量 尽管已经很低调 但没靠山的肖战 还是爱了某些大佬与资本的眼 因为一系列事件 他被半血藏 被造谣 被骂 被半封杀 还好苦尽甘来 一段时间后 肖战回到舞台 喜欢他的粉丝 也都一直在默默支持他 他也越来越火 面对娱乐圈 纷繁复杂的诱惑与挑战 肖战展现出了 难能可贵的清醒与定力 在众人竞相追逐综艺热潮 渴望通过快速曝光 维持热度的当下 他却选择了一条 少有人走的路 深耕演绎事业 以作品说话 综艺节目 固然是明星提升知名度 增强话题性的捷径 但肖战深知 作为演员 最终还是要靠扎实的演技 和深入人心的角色 来赢得观众的认可与尊重 如今 他的好的影视资源 也越来越多 他的作品只要一出来 热度会达到顶峰 引来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肖战的自由 爱了许多人的眼 我倒觉得 这句话背后 映射出的是娱乐圈中 权力与利益交织的微妙声态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舞台上 不少人将热度 视为衡量明星价值的 唯一标识 肖战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减少无谓的曝光 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角色与演技之中 这样的选择 对于习惯了通过高曝光率 维持热度的娱乐圈而言 无疑是一种异类的存在 自然也会引来一些非议与质疑 尤其是来自黑粉的 没热度已经糊了的言论 神隐在剧组拍戏的肖战 仿佛自带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他随随便便发的代言物料 就能轻松登上热搜 每一次他的出现 状态都惊艳无比 总能在全网引发热议 这就是顶流明星 与主流演员 完美融合的神仙体制吗 很多人都不禁纳闷 肖战这热度究竟是如何维持的 他怎么红了这么久 还能如此保险 即便是顶流 也已经走过了五年时光 可他不仅没有冷却 反而热度愈发攀升 在内娱 恐怕真的只有肖战艺人 能做到如此吧 其实 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我们根本不用纠结 他是顶流还是主流 关键在于 他身上所具有的价值 简而言之 就是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旦做到了这一点 所有的热度 都会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你 所有的焦点 也会聚集在你身上 这些年 肖战虽然低调地 几乎只在剧组和片场 两点一线间穿梭 但我们却始终能在全网 看到他的各种消息和动态 因为总有人在帮他宣传 为他造势 官媒一次次第将他的作品 推上平台主页 称颂他的实力和口碑 他的作品 仿佛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全国文旅》 因他的一部剧 一首歌 就将其用作宣传 BGM 疯狂转发 带动当地人文宣传 他的影响力 如同春风话语般 滋润着每一个角落 主流活动 也纷纷邀请他参加 扩大社会引导力和影响力 他就像一座灯塔 为人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甚至于营销后 也借着他蹭热度 薄眼球 在别人看来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能挂上的热搜 而肖战 或许只是穿一件衣服 出现在机场 说一句话 那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事 都能成为热点 真相其实很简单 肖战的人文价值太强大了 他的存在 不仅仅是一个明星 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一种精神象征 他的每一个作品 每一个举动 都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内涵 而这个人文价值的背后 是真正的实力 专业实力 口碑实力 和价值转化能力 肖战无一完美地 融合了这一切 他的专业实力 让人赞叹不已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 还是在舞台表演上 他都能全身心地投入 用精湛的演技 和动人的歌声 征服观众的心 他不断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风格 展现出了极高的 艺术素养和创造力 他对每一个细节 都精益求精 力求将最好的表演 呈现给观众 他的努力和付出 大家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的口碑实力 也是有目共睹 肖战以他的善良 真诚 谦逊和努力 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和尊重 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传递着爱与温暖 他的正能量形象 如同阳光般 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他的粉丝们 也在他的影响下 变得更加积极向上 更加热爱生活 他的口碑 就像一座坚实的堡垒 坚不可摧 而他的价值转化能力 更是令人惊叹 他能够将自己的影响力 转化为实际的价值 为社会做出贡献 他的代言产品 往往能成为爆款 带动消费市场的发展 他的作品 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 为影视行业 带来新的活力 他的存在 不仅仅是 为了自己的发展 更是为了推动 整个行业的进步 资本会簇拥在他的身边 成为趋之若鹜的利益追逐者 但肖战并不会被资本所左右 他始终保持着 自己的初心和原则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努力 终有一天 肖战也会成为自己的资本掌控者 打造属于自己的理想王国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相信 他一定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了方向 你的故事激励着我们不断的努力和奋斗 让我们相信 只要有梦想 有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期待着肖战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 我们相信 肖战一定会继续努力 不断进步 成为更加优秀的演员和艺术家 他的未来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我们愿意陪伴他 一起走过每一个阶段 见证他的成长和辉煌 肖战 你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星 你的光芒永不熄灭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 为你加油助威 让我们一起 期待着你 创造更多的奇迹 为这个世界 带来更多的美好 最近 肖战再次引发了全网热议 频频登上热搜 不仅粉丝们疯狂为他打call 连业内媒体也纷纷发文 直言肖战已经成为娱乐圈中的最火顶流 如果说娱乐圈是一个高手如云的江湖 那肖战就是那个在风云变换中 屹立不倒的顶尖人物 大家都知道 顶流这个词 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贴上的标签 而肖战能稳坐这一位置多年 背后付出的努力 简直让人敬佩 为什么媒体 会对肖战给出最火顶流这样的高评价 其实 纵观这些年 娱乐圈更新换代 速度极快 很多艺人可能在一部爆款作品之后便沉寂不在 而肖战却一直稳扎稳打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超高的颜值 更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对工作的热爱与敬业精神 业内媒体曝光的肖战成功秘诀 其实也可以总结成几点 态度端正 踏实敬业 持续进步 在浮躁的娱乐圈里 肖战从未被外界的名利浮云所迷惑 一直保持着清醒和专注 无论是剧组中的严格要求 还是面对观众时的谦逊态度 肖战都显得与众不同 有人说 肖战的成功离不开他所经历的 那些挫折和魔力 确实 曾几何时 肖战也曾遭遇舆论的质疑 甚至一度被推到风口浪尖 然而 正是那些经历让他更坚强 也让他明白了 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无论外界如何风雨飘摇 肖战始终坚定自己的方向 默默努力 最终收获了如今的成就 不少粉丝曾分享过 与肖战的偶遇经历 每一个人提到他 都会不约而同地夸赞他的礼貌与温柔 无论是录节目还是拍戏 肖战都会细心照顾到 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 这样的品质 无疑让他在圈内外 都积累了不少好评 娱乐圈从来不缺少爆红的例子 但红得快 消失得也快 肖战能够稳居最火顶流位置 绝不是靠一时的运气 也不仅仅是凭借颜值 在他的背后 是常年累月的努力和付出 很多时候 外界只看到了肖战光鲜亮丽的一面 却忽视了他在背后 所承受的压力与挑战 肖战曾多次在采访中提到过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天赋 反而认为自己的成功 更多是靠努力换来的 从早期的陈情令 到后来的各种大制作电影 电视剧 肖战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演技 甚至为了角色 不惜去学习全新的技能 做足功课 也许正是这种不懈的追求 才让他在演员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 越走越稳 而在商业代言方面 肖战的表现同样亮眼 从国际大牌 到国内一线品牌 几乎每一个品牌方 都对肖战 给予了高度认可 根据各大数据平台的统计 肖战的商业价值 长期位居前列 无论是带货能力 还是广告转化率 他的影响力 都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说 肖战的成功 不仅体现在演艺事业上 他已经成为了当下 最具商业豪照例的艺人之一 众所周知 娱乐圈新人辈出 许多艺人一夜成名后 很快就被新人替代 然而 肖战却一直以 稳扎稳打的方式 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为什么说 肖战是长青树 不仅因为他已经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更重要的是他持续不断的创新和突破自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肖战并没有选择停下脚步 而是继续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无论是正在拍摄的作品 还是未来的电影计划 肖战都力求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表演 可以预见的是 肖战未来的事业版图会越来越广 他的影响力也会逐渐扩展到更多领域 近日 新加坡时尚杂志 红秀 Grazia 在其Instagram上更新了一则关于肖战的消息 简短却亮点十足的广告介绍 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这位主演了热门剧集 娇洋伴我的明星 身着TOWD S2024秋冬系列单品 竟显意识生活的优雅风范 这不仅是一次时尚的跨界合作 更是肖战海外影响力的再次证明 从正在拍摄的电影 德显景致到国际品牌的广告大片 肖战正以其独特的魅力 和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 赢得越来越多海外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肖战与TOWD的时尚邂逅 意识优雅的完美诠释 在TOWD S2024秋冬广告大片中 肖战以一席简约而不失格调的装扮亮相 完美诠释了意识生活的优雅与从容 无论是精致的皮鞋 舒适的风衣 还是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自然与自信 都让人感受到肖战与TOWD S20品牌之间的默契与共鸣 这种时尚与艺术的结合 不仅展现了肖战的时尚品味 也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国际时尚界的地位 对于肖战来说 这次与TOWD S20的合作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广告拍摄 更是一次深入了解和体验意识文化与生活哲学的机会 他通过自己的演绎 将TOWD S20品牌的经典与创新完美融合 为全球观众呈现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肖战 德显景致 肖战电影事业的又一丽作 除了时尚界的亮眼表现 肖战在电影事业上的努力也备受瞩目 目前 他正在拍摄的电影 德显景致 备受期待 这部电影不仅有着独特的题材和深刻的内涵 还汇聚了一批优秀的演员和制作团队 肖战在片中饰演的角色充满挑战 他用自己的专业和热情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瞬间 德显景致 不仅是一部电影 更是肖战演艺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他通过这个角色 进一步挖掘了自己的表演潜力 也向观众展示了 他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深度 这部电影的上映 无疑将成为肖战电影事业中的又一里程碑 肖战的海外影响力 从《焦阳伴我》到国际舞台 肖战的作品在海外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从《焦阳伴我》开始 他就已经吸引了大量海外观众的关注 这部剧集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还在海外多个平台上线 收获了无数海外粉丝的喜爱 肖战在剧中的出色表现 让他成为了海外观众心中的心境男神 而今,随着肖战在国际时尚界和电影界的不断突破 他的海外影响力也在持续提升 无论是时尚大片的拍摄 还是电影作品的海外推广 肖战都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赢得了越来越多海外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他的每一次亮相 都成为海外媒体和粉丝关注的焦点 破阶跨界 肖战的无限可能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他不断努力和突破自我的结果 从歌手到演员 从国内到国际 肖战用自己的才华和勤奋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还在时尚界和国际舞台上 展现出了无限的潜力和魅力 肖战的每一次跨界尝试 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和突破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 只要有梦想和努力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他的成功故事 激励着无数年轻人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突破自我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结语 期待肖战未来的更多精彩 肖战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他多年来不断努力和坚持的结果 无论是时尚界的亮眼表现 还是电影事业的持续突破 肖战都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引得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他的每一次亮相 都成为媒体和粉丝关注的焦点 而正在拍摄的电影 得显景致 以及与国际品牌的合作 更是让人期待他 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现 肖战的故事还在继续 他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会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让我们一起期待 肖战在未来的更多精彩表现 见证他不断突破自我 创造辉煌的每一个瞬间 肖战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自信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得深入人心 无论是时尚界的蠢 还是电影界的佼佼者 肖战都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他的成功 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对年轻一代的鼓舞和激励 让我们一起期待 肖战在未来的更多精彩表现 相信他会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肖战最近新物料 也是又让大家惊喜不已 肖战再获颜值教主称号 颜值认证 又多了一个名头 怎么回事啊 难道我又断网吗 今天看到有网友说 肖战是颜值教主 竟然从心底狠狠认同了一下 最近肖战的颜值 确实又把大家震撼到了 肖战的颜值 粉丝实在没办法替他低调 客观来说 肖战实实在在是一个很低调 很低调的人 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剧组拍戏 几乎没有参加什么活动 但是张扬的外貌 注定让他无法享受这种低调 他就是那种都注定不在江湖 江湖却到处都是他的传说的那种人物 不要说大帅哥本人的事了 就是挂蹭上了他的名字的话题 都是汹涌流量滚滚而来 肖战虽然很少露脸 但是每次露脸都会惊艳众人 次次都是有效露脸 镜组得显景致 之后 肖战的最新的公开露面 就是品牌的直播活动了 栗子头装发造型 确实又让肖战的颜值 再盼了一个高峰 颜值教主的名头 就这么来了 其实 有关肖战颜值的名号 真的是太多了 女娲炫技之作 内于颜值天花板行走的5A风景区 颜斗罗等等 这些个名号一叫出来 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肖战的专属 绝对不会弄错 虽然肖战本人一再说 自己只是普通好看的人 长了一张大众脸 可是世界首帅的名头 接连送到他手里好几年了 喜欢肖战的朋友们 都说肖战的颜值 是他有众多优点当中 最不值一提的一点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 美东西 总是让人愉悦的 颜值也是很多人 喜欢肖战的起点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从颜值而来 但终究会折服于肖战本人 肖战就是一个宝藏艺人 长粉长心 粉了多久 也不会有审美疲劳 肖战治好了内于 多少人三心二意的毛病 一入肖战身四海 这不是说说而已 肖战这样的盛世美颜 越放大越好看 就是为大荧幕而生的脸 也希望肖战 趁着自己的当打之年 多多拍戏拍好戏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留下自己经典的作品 留下自己盛世的容颜 巨星就是巨星 不打折扣 近日 著名纽约时尚杂志 Fashion Esto 上周时尚圈活动总结 新鲜出炉 肖战携手TOTS秋冬广告大片 排名第一 在此之前 还有过一期时尚圈周总结 肖战也是排名第一 上榜活动是肖战的 Gucci全球秋冬广告大片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肖战携TOTS广告大片登顶 也是再次超越 两位知名的西方男星 这两位知名欧美男星 分别代表另两个国际奢牌的秋冬活动 来自我们中国的肖战 成为总结文章中 被首要提及的时尚圈名人 文章用引起轰动 来形容肖战此次活动的影响力 骄傲啊 这可不是区域限定的粉丝自嗨 这是实实在在来自于 真正国际时尚媒体的认定 肖战的国际影响力 依旧是让人羡慕的流鼻血啊 肖战的商业价值 依旧是那于天花板的 无带餐的存在 不管其他家艺人粉丝 拿什么样的商务来对标肖战 肖战的商务宣发牌面 都是他家难以忘其项背的存在 文章总结里 引起轰动这四个字 用得恰如其分 肖战就是行走的流量 自带百万宣发 引起轰动 是一切有关于他的消息出现时 最贴切的形容词 肖战两次米兰之行 所到之处 交通瘫痪 人潮涌动 此起彼伏的呼声 呐喊声向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什么是巨星降临的盛大阵仗 代言高奢品牌里 最重要的成衣 最核心的手带 最瞩目的珠宝 这些拳头项目 肖战都有 肖战代言的所有奢牌 都有全球大地广 世界各地的豪华商圈里 都能看到 这张帅气的中国脸 核心商圈 主流刊物 杂志广告 超级定制 可以说一个品牌可以给到的所有的优待 肖战都有 肖战也带着品牌的名字 一次又一次起飞 肖战的巨幅海报 也会成为潮流单品 被众多网红博主 纷纷打卡大火出圈 不仅国内 还有海外 这样的影响力 内于绝对仅此一人 你说奢牌 为什么爱肖战 这就是答案 这样有着顶级时尚表现力 和影响力的代言人 谁能不喜欢呢 作为一位兼具实力与人气的艺人 肖战不仅在影视作品中 展现出了非凡的演技 同时也在时尚界大放异彩 2024年 肖战接连与多个国际知名品牌 展开合作 成为时尚圈炙手可热的人物 一 Boucher Run Icons 2024 经典与创新的融合 年初之际 肖战便携手法国高级珠宝品牌 Boucher Run推出了 Icons 2024系列广告 此次合作 不仅展示了Boucher Run 传承百年的精湛工艺 更是通过肖战的独特气质 诠释了品牌的现代精神 广告大片中 肖战佩戴着品牌标志性珠宝 每一帧画面都透露出高贵 而不失时尚的气息 完美体现了Icons的概念 将传统与现代 经典与创新 巧妙结合 二 Boucher Run CNY 2024 东方美学与西方艺术的对话 紧接着春节到来之时 Boucher Run再度邀请肖战 参与其农历新年特别企划 CNY 2024 这次的广告创意 源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肖战身着精致服饰 搭配品牌精选的珠宝首饰 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融为一体 广告片中 不论是色彩斑斓的烟花背景 还是寓意吉祥的红色元素 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同时也彰显了Boucher Run 对于中国市场 以及消费者情感需求的深刻洞察 三 TOTS SS 2024 简约之美的呈现 春夜而然的二月 意大利奢侈品牌TOTS 发布了由肖战主演的春夏系列广告 SS 2024 在这组大片中 肖战身着轻盈舒适的春夏新品 穿梭于城市与自然之间 每一套造型都诠释了 TOTS一贯坚持的简约风格 与卓越品质 无论是漫步于街头巷尾 还是置身于绿意盎然的公园之中 肖战都以其自然不做作的表现力 展现了品牌追求的生活方式 轻松自在 而又不失格调 4 Gucci Horsebit 1955-2024 复古潮流的在线 4月 Gucci推出全新Horsebit 1955-2024系列广告 肖战作为品牌代言人之一 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 重新演绎了这一经典设计 广告中 他身着复古风格的服装 搭配标志性的马贤扣配饰 仿佛穿越回上世纪50年代 却又不失现代感 整个系列广告不仅致敬了品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同时也传达了Gucci对于时尚趋势的前瞻性把握 5 Boucherun Chishi Festival 2024 浪漫七夕的甜蜜宣言 七夕佳节前夕 Boucherun再一次选择与肖战合作 共同庆祝这一东方情缘节 Kixi Festival 2024广告以爱为主题 通过肖战的演绎 传递出温馨浪漫的情感 无论是深情款款的眼神 还是甜蜜的笑容 都在诉说着关于爱的故事 让观者仿佛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幸福的味道 6 TOTS FW2024 秋冬时尚的温暖预告 9月 随着秋意见农 TOTS携肖战带来了最新秋冬系列广告 FW2024 在这个系列中 肖战以温暖的形象出现 穿着TOTS精心打造的秋冬新品 无论是温暖厚重的大衣 还是舒适保暖的皮靴 都让人眼前一亮 广告片中的他 仿佛是一位都市中的行者 用脚步丈量季节的变迁 用态度诠释时尚的意义 总结来看 肖战在2024年的每一次亮相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年初到年末 他与各大品牌的合作 不仅仅是商业行为 更是一次次艺术与美地探索之旅 每一位观众都能从中感受到 肖战对于工作的热情投入 以及他在不同领域里 展现出的无限可能性 期待在未来的时间里 肖战能带给我们更多惊喜与感动 了解